对不起 一句对不起 证实了江南希所有的猜测 其实无所谓的 毕竟他是你们心中最重要的人 我是个多余的 你不是 上次在这个房间 我提了三个条件 你一个也没有做到 而且 明显第二条超线了 所有给汪汪儿了 以后我们桥归桥 路归路 还有 转告你的好妹妹 不要再兴风作浪了 不然 我就真的不客气了 叶北潇大力的将江南希扯进怀中 狠狠的易浪 我没有同意 你不许走 原来大名鼎鼎的叶神 也不过是浪得虚名而已 我想啊 你之前要么是进狱太久了 要么就是没开窍 所以才对我穷追猛打 现在好了 你其实也是挺懂情趣的 只要你不板着一张脸 会有成千上万的小姑娘扑过来 够你忙活的 到时候 你就会发现 江南希这头不懂风情 不知珍惜的倔虑 根本不值得你留恋 所以 叶总接受现实吧 休想 这世间女人万千 我怎么就偏爱你这头巨驴呢 你休想摆脱 他说着 低头就稳向他 然而却忽然感觉手中一头 他低头一看 他的手腕上 被江南希锋利的手术刀 划出了一大刀的口子 鲜血之类 叶北潇错愕地望着江南希 他竟然真的敢对他下手 虽然腿部疼痛 但他却依然走得步履坚定 脊背笔直 只是他握着手术刀的手 却在轻轻颤抖着 叶北潇胸口的怒气生疼 可是对远去的那个小女人 却是无能为力 手腕上的伤口依旧在低血 在地板上面形成了鲜红的一片 就如他此刻破碎的心似的 他不知道 原来爱一个女人会如此艰难 江南希打车回到医院 刚想回病房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转头去了检验科 将那份亲子鉴定结果取了出来 便直接翻到最后一页 然而当他看到那个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相似度时 他惊呆了 六年前 那一晚上的男人 竟然真的是叶北潇 老天这不是耍我吗 刚刚决绝的和他一刀两断了 现在去告诉我 他是我儿子的亲爹 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个人 江家的老管家江松 他很有可能知道些什么 而且他的失踪也比较离奇 嗯 好的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另外 我还有个情况要告诉你啊 是关于你哥的 哦 什么事 宋显从自己的手机里面点开了一张照片 让江南希看着 那张照片有些模糊 而且背景混乱 像是在一个酒吧里面 他能看到 卡座上歪坐着一个男人 而他面前 似乎跪着一个女人 是我看错了吗 我哥是在让这个女人下跪吗 江南希总觉得 他哥哥干不出这种事情来 从照片上看起来是这样的 其实没有 这个女人 是在蹲着给你哥擦鞋呢 这个女人是不是得罪过我哥 不然 他不会为难一个女人的 这个 我不知道 这是我在帮一个客户 做调查的时候 偶然发现的 那你现在知道 这个女人是谁吗 宋显又点开另外一张照片 这是一个很清秀甜美的女孩子 江南希并不认识 这是一个小明星 名叫做荣戴尔 这是她的艺名 她的原名叫做荣瑶 和你哥上的同一所中学 但是 比你大哥低两届 你的意思是说 在上学的时候 他和我哥有交集 这个 我还没有调查到 不过 据酒吧的工作人员回忆 当时你哥似乎对于荣戴尔 很不礼貌 而且很生气 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他们就再也没有出现在 那个酒吧国了 你说 这个荣戴尔 是不是就是我哥的女人 我哥保险箱里的那对 戒指 是不是就是给她的 你知道这个荣戴尔 现在在哪吗 她迫不及待的 想见见这个女人 哪怕从她口中知道一点 哥哥无关紧要的事情也好 宋贤又点开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似乎是一张宣传海报 上面有许多人 这是前段时间 发在网上的一张宣传海报 你看这个女孩 她就是荣戴尔 她现在应该还在 《安城影视城》拍戏呢 这部戏 应该快要杀青了 太好了 谢谢你宋贤 我明天就去找这个女人去 明天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 拜托你帮我查下江松 放心吧 时间不早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好的 我送你 转远了千个万个 世界深历 人海里深历 在城南的影视城里面 江南西 他站在一棵树下 用纸巾擦着头上的汗 就在这时 从树林里面窜出来 一个十五六岁的大男孩 然而还没跑几步 身后就追出来一个 高大俊老的男人 小兔崽子 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他上前一把抓住男孩的 后衣领分 就把男孩摔在地上 不等他爬过来 那个男人上前又是一脚 把男孩踢得翻了几个滚 男孩痛得滋挖乱叫 大喊救命 小子 还有胆子喊救命 我看谁还能救你 他说着话 就要弯腰把那个男孩拎起来 然而却忽然感觉到 夜下受到大力撞击 他差点趴在地上 就感觉整条胳膊都搭了下去 抬不起来了 小弟弟 你快起来 快去报警 那男孩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脸懵地看着 这个忽然冒出来的漂亮姐姐 哎 你这是佳戏吗 导演怎么没说啊 这也太半套路出牌了 你搞突然袭击 太有损我英雄形象了 佳戏 导演 听到这话 江南西也有些懵了 你们在拍戏啊 不是清场了吗 怎么还有闲杂人等在这啊 你哪冒出来的 江南西久了 原来人家真在拍戏 他刚才还傻傻的见义勇为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来这里找人的 你刚才说你来找人的 找什么人啊 容戴尔 听说他在合影幸福剧组 哎 我们就是合影幸福剧组的 看来我找对地方了 他人呢 嗯 他的戏本拍完了 前几天就离开剧组了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我 你到底想要怎样 你要么带着你哥滚出安城 要么就到我面前来磕头赔罪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你这个女人有多么渴望 江南西现在只想先稳住叶兰叔 好 我答应你 去见你 但是在我见到你之前 不许你等我哥一下 否则 我和你没晚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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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